天平座的朋友 無論是上星或太陽在農曆二月伴隨著 雙月座、新月的自身運勢會怎樣呢? 嗯 留言止於智者記住 言多必失 所以我奉勸大家慎言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農曆二月你們身邊 是會充斥著無數無數的留言 留言匪語、行言行語 然後有些人會跟你說誰的秘密 說誰的壞話、東加長西加短 很多這樣的東西 很煩 我自己《塔天亂蘭本人》 我是最看心情的 但是90%的時候我是不喜歡聽這些 10%的時候我會聽這些東西去娛樂 但是我自己就是一個 可能我自己 因為我一向不是特別喜歡去說話 但是說話的時候 還有看看跟誰 但是有時候說話的時候會說得很多 但是其實我平時我自己本人 不是說那麼喜歡說話 那我希望我可以 你們去效法一下我 對了 因為真的言多必失的 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好說呢? 我們想一下 為什麼人類會有兩眼兩耳 兩個鼻孔一個口 因為有兩個口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會對世界造成很多的災害 我從口出 對了 因為我看到一時之間有太多無數的東西 無數的知識是 涌集 好像說話那樣 涌集到你們的生命裡面 你們是不能夠消化的 對了 就算我要說一個基本的原因 因為水星逆行還要在雙魚座 OK 你們的腦子是不能夠功能的 如果你們還未證實這些消息的真偽 你們又加上去傳播這些東西 其實你們都是會做業的一份子 OK 所以小心 這個農曆二月 有什麼事情可以聽到 自己聽一下就算 除非你真是FC了 除非你真是覺得這些東西是幫到人的 OK 有沒有聽過蘇格拉大 即Socrates的三個語言的西 即那個沙基 是不是沙基 即是西 西走那些東西的西 煮東西吃的西 西麵粉那些西 知不知道我說哪些 因為話說 以前有一個人 有一次無端端跟Socrates 走去說 我有些東西要告訴你 他就說 你告訴我之前 我要問你一些東西 我忘記了先後次序 但他就說其中一個 這個東西是否真的 那個人說我不知道 他就知道 然後他就說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很緊要的 之類 那他就說 那又不是的 即是一個問一個答 然後第三個問題 就說 那這個東西 你說完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利益 那那個人說 也不會的 那可能最後 這是一個普通的 一個說話 其實 說真的 是否這三個基準 我都不太記得 那你們有興趣 你們可以找 Google Socrates 三個基準 蘇格拉 蘇格拉 第三個 你可能打三個 Google都會跟你出 那總之 真的是 說話之前 要慎言 不要什麼都爆出去 尤其是 因為在水液 在相遇的關係 你們聽到很多這些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還有就算是真的話 你們一時間消化不了 如果你們很快 又把這些東西 去 forward出去 其實會容易造成很多的混亂 OK 大家共勉之 尤其是在 現在這個 風雨飄搖的時候 不要 不要搞到 不要亂上加亂 但是當然 我知道這個責任 不在你們那裡 是在這個 這個暴政那裡 是不是